新球季头两场曼联就不单止输了 还继续被形容是迷一什么样 转会枪就未删 签新球员是唯一救火的方法 但就被批评是没有方向 即是panic buy 恐慌性抢购 之前一直追逐法基迪装食白果 和早记的拉比奥特 人工又谈不连篮 最新放上救负车的是 现年30岁的巴西中场 效力皇马的卡斯米露 曼联出价6,000万欧元 另加1,000万欧元的浮动条款 获得皇马和卡斯米露答应过档 太阳报报道 曼联开出一张肥药 卡斯米露将会获得35万磅周身 签约4年 药满之后可以选项逐约多一年 对于一名30岁的球员来说 这个offer没有可能拒绝 至于卡斯米露 很快就会去到曼联进行看测 对不对用 又或者可不可以拯救曼联 看看他做法了 另外据报道 亚迹市又拒绝了曼联 收购前锋安东尼 出价8,000万欧元的报价 又看看剧情的发展会是怎样 不好意思又是讲斯朗的新闻 话说斯朗的经理人文迪斯 尽最后的努力 希望帮老闆找球会要他 讲下讲下讲到多蒙特 没错 多蒙特符合斯朗出战欧联的要求 加上斯朗未曾赢过得甲冠军 不过都要多蒙特付得起钱才行 我也是转载媒体的报道 多蒙特说斯朗太老 和球队负担不起他高昂的人工 不如讲讲斯朗在体育界社交网络的 吸金能力更好了 这位葡萄牙球星 每一个post平均可以赚到200万美元 相当夸张 美斯每个post赚100万美元 因为单单斯朗在Instagram 就有4.7600名的粉丝追随 难怪这么受到广告商的欢迎 亚冠杯16强香港代表杰志 在日本棋育市 硬坎2020年年度泰超冠军巴吞联 上下半场角失了两球球 最终输0比4 无缘进级8强 不过入到16强 已经是亚冠杯改制后 香港球队的最佳成绩 商业复出的左杂丹尼 完成为杰志出赛250场的里程碑 赛后宣布退役 为22年的职业生涯画上句号 杰志新季第一场的港超联 会在9月18日 对星班马深水堡